当我尝试仿装美伊丽娅跳极乐净土 对不起这忘动作了 对不起手套离家出走了 对不起衣服也离家出走了 跳舞好像不太适合我了 我们还是来说说仿装吧 大家好我是优以科技大通明 请叫我小鸡 请叫我小美 把爷亲回打在屏幕上 曾经的经典又出现在了屏幕上 这怎么能不来搞一个仿装呢 今天就来试一下仿装美伊丽娅 能仿得像我们就一定仿得像像的 实在是仿不像你们就当成我是仿装不仿人 骂也骂的温柔一点 谢谢大家 这部分是开头 难 也许好的时候就会很简单了吧 简单是不可能的 先涂个粉底液 再遮个黑眼圈 这个应该是放的第一步 再修个眉毛 再修个眉毛 哦 哎呀不小心消毒了 天哪 不可以哭 要不左边也对称一点吧 专机建议新手慎用电动修眉刀 染个眉毛 等它稍微干一下我们再把它补补全 不小心把这前面剃了吧 它就眉毛了 眉毛让你能涂在汗毛上 小美的鼻梁鼓 这样很细很挺 就要拔个鼻子 画个大双眼皮儿 终于到了最难的眼妆部分 平眼睛闭上以后 然后你往上拉 哎呀 拉得太有趣了 有一说一 这个妆真的很难 也有可能是朕的技术退步了 前前后后画了大概有三个多小时 但是上镜后 妆面的妆感显得太淡了 当中还跳了好几遍的极乐镜图 妆都画光了 可恶 应该先拍照再跳舞的 还是重新化妆吧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我就开始变妆了 继续地来看一下 我们的超理室 血量清洁毛 这里一定要晕染 不然感觉这个胃线被打了 我要使劲地把 抬头纹挤出来 因为我有双眼皮 我有把它往上针 针没了 它就没有褶皱了 正好就是我这个 这个双眼皮的 使用的时候了 还有一点我一定要控诉 那个投票的入口 有点难找 大家如果不知道 怎么找的话 可以自信来问我 让我们一起为小美 加油 安利她 投票投票投票 下期仿装谁呢 敬请期待 接下来 谢谢观看